国歌等等的安排是被设计了 还记得这个画面 孙中山诞成150周年纪念 30级位退降登陆 习近平高谈扩论 退降向在听讯 退辅会主委李翔咒被询 成为剑靶 他们是在一个不明这个场合的状况之下 他们参加了 所以是被骗了是吧 原来在活动规划当中 没有这个典礼 所以是被骗了参加这个活动 去的时候才需要上他们的国歌 李翔咒替退降开脱 不过被拍下也在现场的退降 吴思怀甚至登陆灭国军威风 发表台湾技术能量不够 难以自见浅见 他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面 来批评现在我们国家的国防政策 加强退降的爱国思想 退辅会连夜印制退降附中宣传折夜 新旧版本笔一笔 把旧版的两岸一家亲拿掉 国军是国军 共军是共军 不容混淆的论调不变 但是这两个版本 却都是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 像是登陆的旅游注意宣导 日本的爱国教育 以色列的思想教育 都是使得我们借进 没有考虑到所谓延长 这些管制的期间 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这样子的贴心小叮嚀 我不觉得它会发挥多大的功用 退降附中IP敌我不分 已经不是第一次 退辅会针对退降 贴心小叮嚀 101年就推出 显然效果非常有限 也难怪行政院有意 严拟停伐退缝等修法 杜绝外风 三连新闻里 张道许贵雅 台北报道